如果全臺灣都誤會陳時中 他講的是對的 我們這些都是白癡 全部都想錯了 當然大家聽了就很不爽 壓抑不了怒火再度跑紅中央 柯文哲落重話指控指揮中心 已經造成家屬二次傷害 又過了這麼多天你知道 也沒有聽到什麼指引下來了 後來是那句話 只要中央規則清楚了 地方政府一定會配合辦理 中央有公文 但沒指引責任甩過地方 北市只好提出用透明濕袋 讓家屬可以見最後一面 瞻仰怡戎 被迫自主應變 就是因為中央政策暧昧不明 而現在還被批不盡人情 其實早在2020年3月 世界衛生組織 就已經為全球各國的 確診喪葬規定奠定方向 像是加拿大家屬和往生者 可以在非醫療環境中 做最後告別 紐西蘭也允許在私人住宅 舉行儀式 新加坡更開放首齡三天 甚至WHO也寫明 因避免仓促處理死者 那禁速是20小時內 還是24小時外 也算禁速 那是看個案情形 所以現在要有一些 弹性空間 包括世代是不是要透明 或是給家屬一個 哀悼的見最後一面 這些技術性的做法 都可以來嘗試看看 現在在討論 確實在疫情開始的時候 對於公共衛生的要求 是遠大於在這種 人情上的一個考慮 那現在已經稍微的輕震化 那可以來思考一些 在人情的顧慮比較多 陳時仲鬆口要找內政 不明政局討論 但本土累計死亡個案 已經超過三千人 中央政策還在打迷糊仗 甩鍋地方 讓民眾自求多福 這兩年當中的防疫戰略 犯的最大戰略錯誤 就是推個衛福部長上去 每天報名牌 那後來就上癮了 報了兩年 那到現在才知道說 天啊 這報不下去了 環宇新聞客貫成白雲飛台北暴動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記者掌握全球時事根最新驅使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